因为我和他是经过没人介绍认识的 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吧 就拿结婚证了 在03年之后有孩子了 之后为了给孩子节省钱呢 我就买布给孩子做衣服 想上他妈家去用他家的缝纫机 他妈不让我用 他妈说的你上你妈家用 那时候他爸还活着呢 他爸说的你来用吗 缝纫机呢 有点不太好用 你自己挑挑看看能用吗 我就去弄去 他妈都不让我用 然后我就把孩子的衣服拿家走 我就自己用手缝的 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 他妹妹打电话来骂我 说的你趁我不在家 你来欺负老人 我说爸也在家 我说当时他都在场都知道 有爸在做凭证 我说那个吧 咱约好在哪儿见 咱就在一起聊聊吧 爸他也喊着一块去了 我们都到现场去说了 我说我没欺负你妈妈 他说我欺负了 我说你老爷子在家呢 他妹妹呢就说 你好你还嫁给一个跟我老的人 说的就是周先生 对 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说这个话干嘛 对 我感觉他是想来刺激我吧 我实在的就是接受不了 我就是从那之后 我的心情就变了 脑子里 脑子里我都在想 那你们之前为什么不说 告诉我 之后那你们为什么 用你们自己欺瞒的错误来惩罚我 你接受不了的是 周先生做过牢这件事情 还是 不是我在乎这个事情 我是在乎他说话的那种 后来的那种伤害 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说随着就是这个时间 时间过去以后 他慢慢慢慢就是说 能忘掉了 但是他就说 就因为这句话 他一直就是记着 没人介绍之前呢 说就把这个事 就把我以前的事呢 给李红说清楚 没人说以前的事咱就不提 当时就就是一直就没说 他现在就是想法 就是我们一下子合复起来 欺骗他 当我知道了之后呢 我都感觉我怕孩子出去 怕人家瞧不起 那时候我们就上外面上幼儿园 不在我们的院里上 我上班了 也不敢在我们的附近上班 因为我怕人家知道 那后来的时候有人 在朋友闲言岁语中 有个人说一下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有一次 我那时候跟他关系挺好的 当他学话给我听的时候 我又跟他也闹翻了 就这件事情 确实是别人会议论这件事 对 因为这是心里的伤 我就怕别人知道 怕人家说 如果说当初你最早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你还会选择嫁给你 不会 对 那时候想过说 跟周先生离婚吗 想过 那时候我想过 知道了真相的李女婿 无时无刻不承受着 来自外部巨大的精神压力 再加上丈夫的欺骗 对她造成的伤害 痛苦不已的她 一度新生离婚的念头 可那时 孩子尚且年幼 不忍就此让这个家庭破裂的她 选择了原谅丈夫的欺骗 努力为孩子撑起这个家 可是李女婿 并没有如愿换来 她想要的平静生活 几年前与小姑子的矛盾 再一次点燃了 她和丈夫之间的战火 而这一次带给李女士的 不仅有内心的伤害 还有身体的伤痛